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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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會準備出發了 這樣好 像任德鎮也會擔心他們跌倒什麼 但是會不會發生 真的也都會發生 那我也看到有孩子就是跌倒了 而且還不只是一個 可是我又看到他們就是跌倒了 他們就是爬起來 就是繼續爬 那感覺真的也是蠻感動的 我在想也許他們這一路上走到現在 也許有很多的孩子可能都沒有拿過獎牌吧 所以完成這樣一個賽事 這樣一個活動 從這樣來說 可能也是很重要 我今天是七公里的第一名 那我平常都是在操場 在操堂自己無聊的時候就自己繞操堂 其實這一次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像我們試掌聲啊 因為看不太清楚 所以很少有機會可以運動 那這次有機會可以走出來 走到可能街道上面啊 那個市區上面繞一繞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然後也覺得可以順便搶借身體 很不錯這樣 那孩子如果視力不好 他們有時候是比較不喜歡這種戶外活動 所以我也覺得 希望是藉這個機會去訓練他們 不管是體能 還是體態上面 還是說運動的部分 能夠再多多的爭強 自己也是非常的希望 就是說他們知道 就是你用 永不放棄的這種精神 堅持到最後 那你就會是贏家嘛 謝謝